这血怎么冰开了呀 我之前就想问 这几滴血哪儿来的 病人出现吐血情况 病人初步判定有肺水肿 水水肿 小王 你这宿主任过来一趟 好的 警察外面等候 那边快快快 停车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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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快快快 快快快 师傅师傅 师傅 你能不能帮我们开一下后厢门 有很重要的东西落在里面了 这么多 在这儿 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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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这技能 这技能 等等 别着急 你想想 是不是 是不是落在出师的地方了 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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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求求你们 求求你们如果真的是因为日记能是我的错呀 应该我来付出代价 求求你们醒过来 醒过来 别再把关照来 过来 那还是小心点 过来过来 过来过来 来这边 好像就这个水池 这么大啊 怎么找啊 捞吧 怎么还没有呢 哪儿去了啊 那下面好像有东西 不可思议 不可思议啊 怎么可能 这只是干的 明明淹过水啊 我之前在上面涂涂干 我这一集都没反应 这一集真的蛮灵异 是不是啊 我们把这集保护好 他们就会没事了 血 这血怎么冰开了呀 我之前就想问这几滴血哪儿来的 病人出现吐血情况 需要生不上来 所有皮和你血都很差 病人生命体重急速变化 肺部压力变大 主任怎么办 怎么回事 医生 赶紧找到其他病人 病人血容量严重不足 医生的幸福 医生的幸福 小姐你不能进去 请你一定配合 对吧 我们里边还在抢救 肺部和胸腔内 剩下气的不是血 而是血 这些人下去 他们极有可能死亡 血灭 好 下车观察全力抢救